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在今年年頭的時候曾經說過 說要協助日本企業 將生產線撤出中國 如今真是付諸實行 講下去以前我就作少少宣傳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由於過去兩天我們發片比較少 故此訂閱的人數都是較低 希望大家如果未訂閱 記得要訂閱我們這個頻道才行 多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日經新聞》的報導所說 日本經濟產業省在上星期五已經公佈 將會為87家日本企業直接提供金錢援助 協助他們將生產線從中國轉移到越南 老窩、馬來西亞等國家 甚至有些是回到日本的本地設廠 涉及的資助金額達到700億日元 折合大概是港幣50億 今次下獲批資助企業的名單 涵蓋面都非常闊 有電子、電器、飛機零件、汽車零件、化學肥料 醫藥、造紙、資訊科技、原料加工等等的產業 在這87家接受金錢援助的企業當中 有30家將生產線轉到東南亞國家 另外有57家將回到日本的本土設廠 而日本政府在今個財政年度 已經預留了2200億日元 去鼓勵日本企業將生產線撤出中國 換言之 目前只用了700億日元的資助額 即只有三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在下半年 一定會有更多日本企業撤出中國 安倍晉三曾經說過 說企業的生產盡量不要依賴單一國家 應該要向東南亞國家轉移 實現產地多元化 實情日本再去撤出這些廠房的話 肯定會進一步打擊目前中國疲弱的就業情況 首先來說 很多外貿訂單來自歐美的訂單 根本到目前這一刻都仍未回籠 因為很多國家目前還陷入疫情的嚴峻階段 根本上全球經濟都陷入低迷 故此訂單未回籠 又何來有功做呢 另外 不單止是日本 他本身單一國家去撤出廠房 因為根本上日本其實都在響應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呼籲 因為特朗普經過疫情之後發現 如果將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 就很危險 一掛低的時候就散了 之前美國爆發了疫情的高峰 當時對於醫療物資的需求甚為因切 但也曾經傳出過很多消息 就說中國是將那些本來要輸出美國的醫療物資扣押著 當然後來就談好數 全部都是照樣出口 但是他這樣做得你一次 下次又不知做你什麼 故此很多國家開始就有了危機意識 就是不能將所有的供應鏈 甚至乎是產業鏈 全部都放在中國那裡 開始就是要分散風險 故此生產成本 就不再是這些國家的唯一考慮因素了 只不過 就算在目前這一刻來講 究竟中國的生產成本 是否雲雲這麼多國家當中最低 都是值得相確的 因為經歷了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後 中國的工資水平就慢慢上漲起來了 當對比起其他東南亞國家 例如是越南、老窩、柬埔寨、孟加拉等等 實情人家的工資水平一定是遠低於中國 因為這些國家的勞工保障相對來說是比較粗疏 就等同於大陸的改革開放初期一樣 中國這個血汗工廠的地位 分分鐘都可能經過了這個疫情之後 不保也不一定的 但是為什麼目前仍然來講 有很多的外資企業都還在中國生產呢 明知道你的工資水平是上漲了 這個就是有一個所謂工業慣性的因素在這裡了 實情當一個工業區位的優勢是沒有了的時候 為什麼那間廠房不即時撤走呢 它有很多的考慮因素 比如說它撤廠的成本 又或者是根本上中國的生產技術有在這裡 若然貿貿然將廠房搬到東南亞國家的時候 又要重新培訓過那些勞工來生產 又要培訓過當地的管理人員 但是現在日本政府貼了錢給這些企業走 那條數又不同計法了 你自己走當然了 成本全部都是自己揹回的時候 當然要慎重考慮 但是日本政府幫你埋單 那條數是容易計很多的 又或者中國基礎建設經過這40年的發展以後 其實都相對很多東南亞國家是為之好的 你說選擇一個適合的地皮去設廠 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東南亞國家有很多公路 根本上都是爛搭搭 或者只不過是能夠低速去行使 中國相對來說 基建方面發大很多 這也是事實 故此就有一個所謂工業慣性在這裡 但是當有其他有形之手 比如說貼錢給這些企業走去搬 所謂工業慣性因素 亦都會變得煙燒雲散 除了將生產線搬到東南亞以外 實情有57家企業搬到日本的本土設廠 這樣就可以提振本地的製造業 將那些就業職位放到本地 請回本地的人 舒緩日本的失業情況 當然搬到本國生產 生產成本一定會上漲 只是說工資成本已經是非常大的不同 但是在現在這個 有多少去全球化的苗頭開始出現的時候 這些就已經不再重要了 以往就講求什麼是全球化的 所謂生產的專門化 但是經過這次疫情之後 很多國家就發現 如果將所有的生產線 都放在生產成本最低的國家來生產的時候 本國完全沒有生產線 這樣是很危險的 分分鐘整條命脈就被人抓住了 好了 接著說說印度方面的消息 印度首富安巴尼核下的公司宣布 已經由頭到尾開發出一套完整的5G系統 是百分之一百的印度製造 哇 這個擺明也是合了印度總理莫迪的河車 莫迪經常提倡印度製造的計劃 由頭到尾都要印度製造 現在他就說這個5G系統 這個公司就說 預計在明年就會進行實地的部署 並且還要向全球出口 將會跟華為、中興、愛納順、諾基亞和三星等等的巨頭抗衡 哈哈哈哈 那到底是真的嗎 這些5G技術 因為他國內有很多網民去冷嘲熱風 就說不要說什麼5G了 現在你提供的4G速度 根本上跟2G都是差不多的 你不會以2G的速度去提供5G的服務 是不是這樣 不斷扎他 實際上這就是跟基地台的數量有關 如果基地台根本上都弄得不夠的時候 香港也有這些情況 照看的手機就收爆了 寫著4G 但實際上不了網 或者是很慢 因為基地台不夠 所謂機站不夠 我相信印度就是這個情況 因為他若然大量建設機站的時候 其實維護費用都會相應上升 那些電訊商為強壓縮成本 那就少了幾個 仍然是4G服務 只不過速度慢一點 到底這家印度首富安巴尼旗下的公司 是什麼來頭呢 原來就是印度最大的電訊商 也是世界第三大的電訊商 有3億8千萬的用戶 佔了印度的用戶總數一半以上 來頭似乎很大 究竟他的5G能不能輸出向世界呢 似乎是言之上早 但是 如果他真的能夠推出市場的話 分分鐘就真的可以跟華為競爭 因為印度生產的東西就是夠廉價 華為主打的其實都是價格 若然在這個價格競爭上可以做到的話 這家印度公司就不輸蝕了 事實上是 另外想再講講關於印度方面另一個消息 就是印度政府 他們弄了一份名單出來 是什麼名單呢 就是被印度政府認為 和中國軍方有關聯的企業名單 包括有七家公司 例如阿里巴巴 騰訊 華為 上氣等等 其實這個舉措跟美國一模一樣 美國較早之前也是弄了一份名單出來 就是指哪些企業跟老解有關 授權美國總統可以制裁這些公司 現在印度又做這些事情 學了美國那招 就是要圍堵中國 究竟這些企業會否真的被印度方面的限制 甚至乎是制裁呢 暫時就未知 因為官方來講 就未公佈這個名單 只不過就是有很多的印度媒體 他們就搶先一步公佈了 印度認真起來的時候 都不是說玩的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